面对日本黑帮的挑衅 龙哥却不敢反驳 阿祖也只敢在旁边小声敌 之所以这么忍气吞声 是因为他们俩是偷渡来的 龙哥原本是一名老实憨厚的小农民 还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秀秀 在那个困难年代 年轻人都想跑到国外捞金 秀秀也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万般不舍 可为了成全女友的梦想 龙哥并没有阻止 挣了钱我一定回来 可谁能想到 秀秀这一去变了无音讯 这可把龙哥急坏了 打电话给同在日本的阿祖 让他帮忙打听秀秀的下落 可秀秀就像人间蒸发式的 毫无音讯 无奈之下 龙哥选择加入偷渡大军 孤身一人来到日本寻找女友 可初来乍到的龙哥不仅离奇 又不懂日语 还得躲避警察的盘问 到晚上 他只能蜷缩在街边的狗窝瑟瑟发抖 终于 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 龙哥总算找到同乡的阿祖 阿祖把龙哥领进屋内 向他介绍其他同样偷渡过来的同胞 可看到桌上的饭团 龙哥也顾不上什么礼数了 抓起来就看 毕竟饿了两天两夜了 现在总算有落脚的地方了 隔天一早 阿祖便带着龙哥来到垃圾场 做垃圾分类的工作 像他们这种没有合法身份的偷渡者 只能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这时 一个男人吸引了龙哥的目光 男人从垃圾堆里捡到一个钱包 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一打厚厚的钞票 可男人却没注意到后面的垃圾车 龙哥连忙大声提醒 多亏龙哥及时出手 才把男人从垃圾堆救了出来 男人名叫香港仔 为了报答龙哥救命之恩 香港仔热情地招待了龙哥和阿祖 还介绍了一份清理下水道的高薪工作给两人 可没想到下水道这种又脏又臭的地方 都会有警察来追捕 工人们顿时一晃而散 可在追逐的过程中 一名叫北野的警官不慎落入水 龙哥担心会出人命 便出手相助将他救了上岸 然后匆匆离去 两人就此结下一段不紧之缘 作为偷渡到日本的华人 每天都要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拿着最低廉的工资 在日本打拼多年的肥雪告诉龙哥 而赚钱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当然是捞片门 只见肥雪从钱包掏出一张白纸 塞入自动售货机 售货机立马吐出一包烟和许多零钱 肥雪劝说龙哥跟他一起捞片门 可龙哥一身正气 自然不愿做这种事 于是跟阿祖找了一份在餐厅洗碗的工作 这天餐厅来了几个大人物 这时龙哥在人群中看到一道熟悉的面馆 这不就是龙哥朝思暮想的女友秀秀吗 没想到再次见面会是这种场景 而如今秀秀的穿着气质跟以往简直派若两次 龙哥想上前与之相认 却被阿祖一把拉住 他看出来秀秀跟一旁的黑老大关系不一般 此时秀秀也发现了龙哥 可眼神中却带着慌张 随后便坐上黑老大的车扬长而去 此刻的龙哥心如死灰 没想到自己远渡重阳寻找的女人 如今已经嫁为人妻 为了帮龙哥削丑 阿祖拿出珍藏多年的82年二锅头 龙哥一口气炫了大半瓶下去 然后目光锁定远处的两个羊妞 晚上龙哥彻底想通了 当初偷渡时身上的证件全都弄丢了 现在是彻底回不去了 既然走上这不归路 就让自己活得好一点 他决定要捞天门 第二天 香港仔介绍龙叔给太保哥 太保哥是专门导卖电话卡的 龙哥将电话卡分配给兄弟们 虽然能够小赚一笔 但还远远无法让龙哥站稳脚分 于是龙哥开始使用假信用卡 让兄弟们打扮成游客的模样 去商场大量购买奢侈品 然后去黑市岛卖点 还让太保哥在游戏厅里的一台游戏机上做手脚 每天都能吐几万日元的钢猪 稳赚不赔 而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下 龙叔发现阿祖的胆子很小 一做坏事就紧张 明显不适合干捞片门这一行 跟兄弟们商量后 大家一起出钱给阿祖买了一台栗子车 而这也正是阿祖的梦想 阿祖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 这台栗子车会成为他这辈子的噩梦 就在刚刚 这个长相酷似无厌酒的小伙 正跟心爱的女孩变着魔术 可这一幕刚好被女孩的父亲德书看到 德书以为阿祖是小混混 对他大声训斥 阿祖却热情地递上两包糖炒粒 你也是中国人 来来 敬点喝杯茶 来来来 进入店内 德书却一改嘴脸 不仅将女儿赶了出去 还命令手下将阿祖一顿报答 阿祖浑身是血地回到家中 大家纷纷关心地围了上去 从肥雪口中得知 德书是一位老华侨 因为有日本黑帮的撑腰 平日里经常欺负他们这些偷渡客 而今天 德书不仅把人打 还把栗子车给扣了 龙哥站起身就要去为阿祖讨回公道 可其他人却不想招惹德书 说完便转身离开 唯独香港仔不放心龙哥跟了上来 来到德书的店门口 一张告示吸引了龙哥的目光 看到告示上的文字 龙哥怒火中烧 不管两名小混混的组 密把将告示撕下 德书听闻动静后从店内走了出来 龙哥要求德书归还栗子车 并向阿祖道歉 看到龙哥他们只有两个人 德书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可下一秒 道歉还车 道歉还车 看到这么多人马 德书差点被吓破苦打 龙哥一伙人冲进店内一顿乱砸 并且顺利找回了栗子车 这下也算替阿祖讨回公道 而另一边 台南帮高老大发现了龙哥他们在游戏机里做的手脚 放回去 到了晚上 阿祖在游戏厅门口卖堂炒栗子 尿急的小弟让阿祖进去帮忙看一下机器 可刚进去屁股还没坐热 就被台南帮高老大抓了个现行 你他妈好大胆子 高老大店 我没有啊 你别误会 我 我是蛮利子的 可高老大根本不相信 阿祖想跑 却被一众小弟死死按住 方便回来的小代刚好看到这一面 知道大事不妙 赶紧回去找人求救 高老大将阿祖带到巷子里 质问他谁是幕后主使 可阿祖死活都不开口 高老大也不多废话 掏出一把匕首就在阿祖面前比划起来 胆小怕失的阿祖心里慌得一批 可即便如此 阿祖依然不打算将龙哥他们供出来 高老大完全失去了耐心 命令手下将阿祖按在地上 然后用刀片在阿祖脸上留下两道永生难忘的印记 此时小代终于赶了回来 出事了 解开台南班就走了 什么 龙哥众人立刻起身前往营救 可这一点 阿祖已经被高老大折磨得不成人形 怎么样 说不说 不说 高老大将阿祖拉到栗子车旁 将他的手强行塞入滚烫的热锅里 接着一铲子直接将阿祖的手剁下 此时龙哥等人姗姗来迟 看到龙哥的人马 高老大的一众小弟纷纷掏出娇 可高老大也不愿跟他们回避 于是放下狠话 随后就把阿祖推了回去 看着龙哥他们离去的背影 高老大隐约有些不安地说道 夜晚 龙哥守在阿祖旁边 看到自己最好的兄弟变成这样 龙哥悲痛万分 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次日清晨 龙哥独自一人潜入了高老大的地盘 然后躲在暗处刺激而动 却听到高老大正和三合会小独川密谋 准备干掉副会长江口 而江口正是龙哥昔日女友如今的丈夫 没过多久 江口便应邀前来与高老大谈谈 谈谈的过程中 只见高老大缓缓从身后抽出一把砍刀 江口也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下一秒 躲在角落里的龙哥看傻了眼 这时 江口突然倒在龙哥面前 谁能想到这还堵着个人 说时迟那事快 就在高老大砍向江口时 龙哥反手一刀直接把高老大的手砍了下来 在龙哥的掩护下 两人成功逃离危险 随后江口将龙哥带回家 再次看到昔日女友秀秀 两人四目相对 却一阵无言 龙哥告诉江口 这次高老大的行刺 是一个叫杜川的人在背后指使 在隔天三合会的会议上 对于这次江口被行刺 杜川矢口否认 因为没有实际证据 江口还被会长要求对杜川进行盗窃 既然明的不行 那就来案了 江口当天就找上龙哥 开门见山地让龙哥帮他做掉两个人 一个是三合会组长杜川 另一个是三合会会长 之所以叫龙哥来做这件事 是因为他不方便动用自己的人 龙哥没有拒绝 并提出一个条件 他要掌管台南帮的所有地盘 江口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龙哥潜入会长办公室 一刀便将他解决 没想到第一次杀人就如此顺利 而组长杜川 更是被龙哥一枪抱头 随着三合会会长跟组长依次被杀 副会长江口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会长 龙哥也如愿以偿地获得台南帮的掌控 可建立势力后 势力便会开始转变成权力 而权力将会腐蚀人心 一心之才来一次货 我还有什么转头啊 最近抓得紧啊 破不够 扣点K 多害啊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沙马特贵族 竟然会是吴彦族 自从龙哥当上新宿的扛霸子 在新宿的各方地头蛇纷纷前来祝贺 虽然是黑道的身份 但龙哥依旧坚持本心 只想做一些本分的生命 于是将新宿的管理权交给手下重了 可手下这些人又有哪个是擅长 很快便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私底下涉黑贩毒无恶不作 其中以阿祖罪甚 弟子 我刚买了一辆跑车 想赞你去的地方 我没空 是不是因为这个 我已经做过很多雷射手术了 很快就会消掉了 我保证一定会消掉的 不是 疼不疼气 是朋友的话 为什么不敢看我 这很快便引起了三合会背后大佬的不满 他不能容忍一帮中国人在自己的地盘肆意忘围 可龙哥是会长江口亲自任命的 于是便打电话问责江口 此时的江口已经被野心吞噬 根本不把大佬的话放在眼里 眼见江口已经失控 大佬决定将他做掉 而实行这个任务的 正是江口的得力部下中导 另一边 北野找上门告知龙哥 警示厅已经将他们视为 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犯罪组织 被蒙在鼓里的龙哥这回才知道 原来手下一直都瞒着他从事非法无法 北野给了龙哥一个选择 如果龙哥愿意指控江口 警示厅会对这些人从轻发路 为了保全身边的人 龙哥答应跟他合作 晚上龙哥带着北野来到众人的距离 看到龙哥竟然带着警察过来 引发了众人的不满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中导跟前台南帮高老大 带着大批人马已经抵达他们楼下 你怎么连毒品你都敢碰 你可别冲着我 我一个人能成的老师吗 原来你们全部在搞毒啊 龙哥没想到 手下的小弟竟然全都背着他贩毒 于是愤怒地指责起来 可在场中人翅膀都硬了 谁还愿意看龙哥的脸色 当初你道义呗 谁看你 没有我 你这个死人 香港仔更是趁其不备 狠狠给龙哥来了一刀 肥血健壮赶紧上前劝说 什么事都会谈 什么事都会妥协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听我闯过来 就这样老人 你给我给我 此时的香港仔早已被利益熏心 上前想要了结龙哥 突然 一块石头从窗外飞入 砸在相当载头上 龙哥往窗外一看 只见楼下飞压压一屁 全是中岛跟高老大的人马 他们已经被包围了 无数的石头从窗外砸入 屋内瞬间乱作一团 阿祖想从大门逃离 可大门早就被台南帮的人马堵住 阿祖上前放了句狠话 别走啊你们 你们全部都死定了 看到高老大凶狠的嘴脸 昔日被砍手的阴影涌上心口 瞬间就怂了 连滚带爬的往楼上跑 却被一刀刺中父母 而楼上的江口想从窗户趁乱逃走 却被楼下的中岛一枪击中 临死之际 他把装有三合会犯罪证据的优盘交给龙哥 楼下的人马疯狂扭入 兄弟们一个接一个死去 龙哥跟北野从一旁的防火梯爬了下去 此时 警方的人马也赶到现场 北野脱离了危险 龙哥独自逃离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龙哥看到奄奄一息的阿祖 看着阿祖散落一地的肠子 龙哥痛哭流涕 中岛的人马很快追了上来 面对前后夹击 龙哥已经没有逃跑的力气 中岛一枪击中龙哥 此时警察及时赶到 将中岛等人一波团灭 随后 北野沿着地上的血迹 在下水道找到重伤的龙哥 但龙哥肺液被打穿 已经没有救了 龙哥把幽盘交给北野后 身体便被水流冲走 一场华人在日本的黑帮使就此落下帷幕 德云